再来如何从资料库汇进来 我们介绍Apps Co-host 跟Webosize 这两个几乎是最常用的吧 Webosize 第一个先用那个好了 Apps Co-host 从中正大学图书馆 然后要登录电子资源 好 那在资料库 Webosize Co-host 你可能可以直接在这边打 ebsco 把它去搜寻 它就会告诉你 因为它前面会有一些个别小的资料库 但是我们可以点进去看 一点进去之后 它其实是同一个平台 然后上面这边有一个选择资料库 因为它现在只去帮你找ASC 我选资料库这边 我把它全选起来好了 没关系 因为我其实不知道这边哪一个是专门哪一个的 所以全选 搜寻的速度都差不多 我都是差不到一秒 好 像刚刚 Drag Confused 这个 好 我就放这个 那后面的栏位呢 资料库里面我可以选择用标题去帮我找 然后检索 检索的结果 出来之后 左边一样就像奇谋拍卖那样子 讲奇谋拍卖大家就会了 左边就是限说条件嘛 好 比如说我只要学术期刊啊 然后 或者是说我只要看地理 我可能只要看美国的 或是英国的 我都可以去限说 反正左边就是让你限说的 或是年代 这个年代 我要新一点 2013之后的 那比数就是会增减 好 假设 这边出来 好 你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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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结果 嗯 你觉得 可能 1 2 3 大家有看到 原本 原本它这边有个资料夹 我只要点它 它就会放到资料夹 然后你看最上面这个资料夹 这个地方 好 我的刚刚那四笔 都在我的资料夹里面了 然后我全选好了 比较快 然后右边有一个汇出 从资料夹里面呢 要不就是叫汇出 要不叫save 要不叫export 就是这种字眼 好 我就选汇出 然后它就会有选项 那有一个直接汇出为ris 因为里面有annote 好 我就选这个 但是呢 当你如果 你不想就是那个电脑是公用的 那你就汇入到你的web也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直接 因为我们有这个电脑 有安装annote 我就点 汇出 然后储存 好 这四笔就进来了 好 这样 你们很快速 有 有 新闻的更快 对啊 新闻的更快 新闻的更快 就是台湾的更快 因为annote应该是国外大学 对 国外大学 那你如果想要看这些 刚刚找出来的资料啊 像这个 就有全文 然后有些甚至有图表 你就都可以自己把它下载下来 像这个图表 然后自己附加进来 每一个书目可以附加45个档案 每个书目是指 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一笔 可以附加45个 包含影片 然后影片啊 图表啊 图片啊 音乐啊 全文 都可以 只是等一下 它是 总Poto是72个嘛 它变成说 你把它交到此目录 变成说 它总目录还是有 它会一直增加 然后你自己去做分类 4跟5 4那个是 这个是最新一次 最近一次 那可以删掉吗 对不对 不会啊 你不用去删掉这个 因为最新一次的 就是一直在 这个 这个里面 这边是未分类的 就是我可能 在all里面有72 可是其中 54 我是没有把它分类到里面的 OK 14 对 好 然后呢 再一个 这个是Webots 谢谢 谢谢 谢谢